曼谷的新商場Donkey Mo銅鑼 在3月開幕 除了曼谷第一間京安之殿堂 這裡還有什麼玩、有什麼購買呢? 就讓我們先介紹京安吧 佔商場兩層 規模雖然不及日本 但貨種都很齊 地下一層是專賣乾貨的超市區 有不少由日本空運來的凍肉海鮮和水果 不過我就建議主公零食 最划算 極安真的很划算 你看這個泰板卡 我只有五匹 是五匹 要數多點回港才行 至於二樓是家品雜貨、化妝品區 當然不少得古靈精怪的扮演T恤和道具 至於這裡的化妝品牌都頗齊 但可惜定價偏高 旅行臨時急用才好賣 商場內還有Daiso和藥妝店 女士們有時間看 不過說到我最喜歡 都是京安內的Live Kitchen 可以自己在超市中選擇食材 再加給住場日直廚師、加工即煮 餐單內還有不同的鮮當飯、熱食等等 加上開到凌晨 以後住銅鑼區就不怕沒有宵夜了 商場內還有十多間日本小食店和餐廳 部份還會開到凌晨三點 商場不單止可以買東西和吃東西 還可以來到五樓的D-Sport Stadium玩 這間首次引入泰國的室內綜合運動中心都頗大 設有不同的電子運動競技遊戲 好似棒球機、籃球機、足球機、滑雪機等等 種類都頗多 同時有泰拳場、籃球場、攀石場 讓玩家真真正正做運動 玩完想走的話就可以來收穩度付錢 拿著這條手帶給他就可以斷鐘計 按時段劃分 大人最便宜1小時37港元 就有得全場任玩 就算你不走京安 亦都很值得來玩一下 留意商場還有免費shortel bus 來往BTS站